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军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若敢踏进这宫门一步 我们就放火焚烧这宫殿 和这宫殿一损俱损 和吴国人一石俱焚 你们怕不怕 小女愿违 大王将冬争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大王 勾剑逃往西北方向 他想逃往楚国 臣请大王下令 命公孙雄率部追击勾剑 绝不能让他越过国境 公孙雄何在 禀奏大王 公孙雄将军在故城 围住了越国五千残兵 且已阻断城内取水道 正等着他们弃械投降 相国的意思是 让寡人放弃故城 大王 五千残兵不足律 要紧的是勾剑 五千残兵一旦解围 那就是五千头野兽 寡人倒认为勾剑不足律 五千残兵已经奄奄一息 故城不过是个死城 而勾剑则不同 一旦他逃过边界 那就放虎归山将后患无穷啊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 也不会舍弃勾剑 而去取故城啊 寡人偏要取故城 而且 故城勾剑寡人都要 这不可能 相国不要先妄下断言 薄皮 臣在 传寡人之命 命公孙雄不惜任何代价 定要全奸故城之越军 遵命 大王啊 相国放心 勾剑他一定会回来的 大王 恕老山眼镯 我看不出来他为何会回来 寡人让他回来 他就得回来 荒唐 你说什么 大王 你此时放弃勾剑 而许故城会招来天下诸侯的迟消 寡人说了 勾剑一定会回来的 而且 寡人要让他跪在阵里 亲口承认他自己输了 并求寡人接受他的投降 相国是在嘲笑本王对吧 好 你们都听着 传寡人的旨意 召告天下 其诸侯各国 不得接纳亡国之君勾建 谁若接纳 谁都是我吴国的敌人 我吴国将请全国之力 与之开战 其二 诸侯各国若不接纳勾建 并将它送回越国的 我吴国必筹献 战车二百 牲畜五千五万金 其三 若勾建回来投降 寡人必不杀之 并保留越国的宗妙 宫殿 不掠其财产 不杀其臣民 越国不灭 其次 若勾建不毁 并予以顽抗 寡人 必杀其宗使 毁其宫殿 消灭越国 此诸 即刻发往各国 并送浩经 成 周天子备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 禀大王 后宫发现岳王后 那就拿下 怎么 不好拿 一名女流竟不好拿 大王 去看看便知 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竟有如此的见识 好 传旨 任何人不得闯入后宫骚扰 为令者斩 诺 雅瑜带月人多谢吴王宽厚 月王后先别言谢 保住了后宫并不代表保住了月国 况且在寡人眼里 月王宫 早已经成了一座废宫 月王后还是先筹坐一下月国的后事吧 戒子豹 大王 我们已到何处了 已到楚国边境 楚国边境 大王为何不走了 寡人不想去楚国了 大王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下决心吧 大王 楚王这个人非常善变 现在我们月国到了这般境地 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戒子豹 大王 你马上去楚国打探一下 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诺 走 快去快回 诺 大王 大王 你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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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 大王 大王 来 大王 这么 这是我军将士们的鲜血 范离 吾王夫柴 已经登上了岳王的宝座 这么说 我们岳国 父母啊 是 起来吧 寡人悔啊 悔不该 当初没有听从你和文仲的劝告 一意孤行的 才造成我们现在一败涂地的场面 这是不是在你们的意料之中 是 很得意啊 不是 寡人是不是很无能啊 不是 是不是很蠢 也不是 是 是不是 该以死 来谢罪 越国 更不是 那寡人 是不是越国的罪人 是 这 大王问臣 大王是不是很无能 臣以为不是 自大王任监国太子以来 负常人所不能之重 任常人所不能之忍 寿命于变乱之际 昂扬于微淡之间 大王登基 举国振奋 登高一呼 婴者云集 臣看见路人相遇 都一手加恶 他们感谢丧仓 赐给了他们一位 敢作为的好大王 请问 这是无能的君主 能够做到的吗 大王问臣 大王是不是很蠢 臣以为不然 臣本一介寒食 欲语而不得志 因而放浪行害游戏人间 但是大王敢于用臣 任臣以军国大势 罪里一战 大王指挥若定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只看如今天下诸侯 又谁敢小缺越国 这岂是愚蠢的君王 能够办得到的 大王问臣 大王是否有罪 臣以为是 大王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一个错误的地点 和敌人展开了一场 毫无胜算的决战 这就是大王的罪 而大王问臣 大王是否该以死而血国人 臣以为不可 万万不可 虽然岳国已经父王在即 可只要大王在 岳国就没有王 大王一死 也许能够解脱自己 却害了国人 大王一死 妙语惊悔 血地无存 岳国 将万劫不复 大王 臣有一计 但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臣不敢说 寡人让你讲 你就讲到 到这个时候 怎么还如此交情啊 臣说了 就是死罪 寡人免你一死 臣以为 事到如今 只有一条路可走 讲 回去 投降 寡人 你知道 你在跟寡人说什么吗 大王免臣不死 臣才敢讲 难道大王 还不如吾王夫差奖信用吗 夫差有信用 大王 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 如果这个机会大王善加利用 大王不死 妙语不悔 百姓不亡 越国不入 如果吾王夫差 只是想灭了越国 他不会在乎大王的死活 但是他的心太大 他想引领诸侯列国 做天下的王 所以 他颁布了这个诏书 这个诏书 已经送到了诸侯列国 不如吾王夫差 不会做失心于天下的事 大王 这是大王的护身符啊 是越国的护身符 光大王早做决断 这是一个千载难浮的好机会啊 这是越国的侵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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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寡人拜托你一件事情 召告越国的所有的军民 掩埋旗帜 放下刀枪剑技 脱下军符 化军为民 放弃一切无谓的抵抗 大王 寡人就先走一步了 但愿我们来日还能够为君为臣 圣兵的大王哪 来吧 掩埋旗帜 收起刀枪剑技 快去军舰 我要去冷宿 找山西针 找山西针 不想你 找山西针 要找山西针 NY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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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上大门 不许任何人善进 没想到 我们会这么快见面吧 没有想到 没想到 我会这么快地 做到你的王位上吧 寡人 没有想到 苟剑 寡人的相国 将军们 还有许多的士族 都想要了你的命 寡人死而无憾 事到如今 你真的毫无憾事 有 什么 王国之憾 说得好 这正是为王者的最大遗憾 此一战 你的感想如何 败了 败在了天意 但你不服 不 不服 我就不会回来 那是因为寡人颁布的那份诏书 此话不假 我想问问吴王 是否能够言而有信 寡人 当然有信 诏书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 大王 不能再犹豫 勾剑留不当 勾剑留不当 杀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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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寡人 会怎样让你死吗 知道 寡人 当然知道 慢 谁让你现在死了 还没到时候呢 你打算 怎么样处置寡人呢 随寡人回吴吧 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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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你七日之内启程 如若不然 寡人照样灭了你的岳国 到那时 别怪寡人 言而无信 为奴 我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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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杀死勾剑 大王 你再好好想一想 勾剑不能留啊 一定要杀掉勾剑 大王 勾剑不能杀 勾剑不能杀 大王这次打的胜仗 不就前功尽弃吗 大王 勾剑现在万万杀不得 勾剑 你不要心口雌黄 蛊惑大王 相国大人 本太宰可是被大王所想 寡人心意已决 传旨 不许毁坏越国的宗庙 越国既已沉浮 就不能再虐杀他们的臣民 命公孙雄 收尽越国的刀枪剑戟 以及一切青铜之器 七日后 勾剑夫妇入我国为奴 我大军即日开宣 大王生命 刀极 去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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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大人 好 好 你让我办的事 本太宰办成 多谢太宰大人 可你别忘了 对本太宰的承诺 岂敢忘记 好 来人 打开 诺 诺 你可以回府了 大人 大人 赶快 宇远罗 父亲 女儿也是刚刚知道 父君战死的消息 女儿已经做好 随我父君同居的准备了 宇远罗 违将者 有死有生 你可不能这么想不开 自父亲把女儿许配给我 夫君那日期 女儿就应该与夫君相扶相孙 同生同死 可你还有老夫在 父亲 恕女儿不孝 你来见的是女儿最后的一面了 放下 远罗请求父亲的宽恕 父亲 你的女儿也将一切都给了令姑父 他走了 我的心也死了 若再活着 就是备受煎熬 父亲忍心远罗 恐不开眼地活着吗 那好 父亲 既然这样 那就让老夫和您同居吧 父亲 父亲呢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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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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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van creo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累 但死倒也痛快 本以为吴子虚不会饶过大王 没想到夫差更恶毒 他不仅对我大王和王后 现妻入吴为奴 还令吴军搜集民间的武器 甚至连可以打造兵器的 清通制品也不放过 夫差真是要 故城要塞归来 大王就是为了要塞的 五千将士的性命有存在 大人 千万别提呀 大王 大人 翻离已带回故城的消息 你让我们进去 大人 文周兄 文周兄 小声息 劳烦苦城大人照顾好大王 我们走 大王 败了一次算什么 我们还会从头再来 大小声息 大小声息 苦城啊 你让文仲进宫来喊 两位大人 大王终于肯见了 快进 来 微臣 微臣 叩见大王 微臣 叩见大王 微臣 叩见大王 看来大王 还是不愿意见我们的 大王 这是为何呀 还是不愿意见我们的 大王 这是为何呀 我都不着急 有你在急 我急什么呀 翻离 你是不是有散火的打算呢 散火 散什么火 又一次弃悦而去呀 这你如何而知啊 大王 你闲下事 把你母亲派专使接了来 你料定越国必败 又把你母亲送到齐国去安身 种种迹象表明 看来你文仲 是真不了解我犯理 你 两位大人 不好了 大王不见了 大王已从侧门出宫 不知去往何处 让他仍然挺立于 朱强的环寺之地 这是何等的不义 是勾剑 是勾剑不应该呀 葬送了列祖列宗的千秋伟业 列祖列宗在上 越国的王位是勾剑夺来的 因为勾剑以为 只有勾剑才能复国强兵 只有勾剑才能保全社稷之长存 但是 列祖列宗 容许勾剑 说一句不敬之语罢 他们 给勾剑留下的 是怎样的一个越国 越国的光辉早已黯淡无光 先民此地求生的欲望 早已荡然无存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是朝中的奢命 是后宫无耻的浪效 更可怕的是 面对强势 举国上下卑微已退啊 所以 面对无国的领武勾剑该如何是好呢 勾剑 选择了抗拒 虽然经过拼死一搏 但是 还是把越国 送上了父王之路 面对这一切 勾剑应该分身碎骨 以死来谢罪列祖列宗 谢罪国人 但是 勾剑不想死 勾剑也不能死 不是勾剑怕死 也不是勾剑探生 因为勾剑 心存不服 难道 若 一定要被强所欺凌吗 萧一定要被打所吞并吗 仁德一定要败给暴政 天理 已经要输给强权吗 勾剑 不服 今天 面对列祖列宗勾剑发下誓言